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为您带来的这盘棋呢 是马斯特尔对孔明 也是中国的一位年轻棋手黄云松 可以说在这两年啊 也是相当活跃 也曾经拿到过中国阿汉同山杯的这个快棋冠军 也是非常的有实力 看看他们两人的交手 这盘棋的是马斯特尔的白棋 呃 黑棋 顺头比较简单啊 看起来这个布局 接下来加机啊 加的比较远 这个没有说加在三间啊 如果加在三间 我想大家已经看过我们这个系列的话 可以不加思索的考虑得到啊 黑棋可能会下这一招 实战呢 它是变化了一下 看来也许啊 有它自己的心得 走着这个 好 接下来 走完了一拆 嗯 也算是堂堂正正 正常呢 可能这个棋白棋呢 有加在这里的 实战这盘棋呢 稍微变化了一下 白棋方 加的远了一路 嗯 不像加在近一路 这个加在近一路就是要度过 你如果是小尖或者是跳 大概就两种选择 走在这呢 就显得好像松了一些啊 这个变化 实战的这个马斯特尔也是下的 对于骑行啊 它始终是非常有追求的 走完之后呢 要挡住 这下的很紧凑 如果大家在这个地方选择长背一拐 就有一些松了 这个骑行就感觉到有点 对不上劲啊 有点用不上劲 还是要挡一下 挡这个 然后再长 对 好 定型成这样子之后呢 可以说这一代应该就已经 白棋不会再落子了 接下来目光要看这个地方了 实战是 跳出 跳出很大 啊 这个地方 对黑棋呢 还想要有一些威胁 黑棋 非常凶狠 先把木树先躲掉 近角 让你也没活 威胁一下 黑棋呢 是无动于衷 先补强自己 其实我们看了这么多master棋 应该大家有一个共识了 就是master很多时候啊 先是把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很多时候他都非常的冷静 很少看了他去 就是那种张牙舞爪的 就是要去啊 好像吃掉对方 或者是要把对方 怎么招的那种棋 其实我们看根本就没有 很多棋都是走的很平淡的 但是就是很多招这样很平淡的棋 积累起来的这个力量 最后爆发出来的是非常有效果的 非常就效果很显著的 这样子的一个爆发力 但是他很少会去下一些 就是比如这样的棋 我们爱好者可能会去想 我是不是要间断他 我是不是要直接去找他的问题 那有的时候 你可能应该先慎重的想一想 我自己有什么问题 先把你自己的问题 都不强 立于不败之地了 然后我们再去看对方的问题 因为对方是会 逐渐的显露出他的这个问题的 嗯 是这样黑棋走的就很不错啊 把自己这个头先走出来了 我们看就把这个头走强 很显然 黑方这个棋一旦强了 白棋的这个子 就已经显得有一些孤单了 但是白棋现在呢 为了达成他的下一个目标 他不得已把这些东西压掉 其实是很损的 损失的是下边 但他现在为了达成这个段的心愿 这个段还是很严厉的 这个马肚子先搬了一下 其实可以不搬的 但是这个也是可能 啊 他的算法里面的一种 跟我们正常人类的方法不一样 其实也最后也是一样 他把这些仙手啊交换完 他也就粘住了 因为这个地方一般粘 你大概要补一个 我在一条间啊 其实A和B可以见合 就是他也是活棋了 白棋现在赶紧啊 赶快回过头来把这条棋走了 要不然这边一走 这就都死在里边了 也太大了 嗯 联络 好了 我们刚才讲了 黑棋要先把自身立于一个不败之地 然后再去出击 呃 这是一个 我觉得也是很有效的一个进攻的方式 有的时候我们特别匆忙 或者是自己还没站稳脚跟 就去呃 向对方出击的时候 往往也得不到什么特别好的效果 看现在这个棋 斑啊 这个棋型非常的紧凑 因为你如果长 其实对他没有任何威胁 他跳一个 这边头也很顺畅 这边也都把你吃掉了 而斑呢 就是迫使白棋 白棋不能吃这个 吃这个你要逃了 迫使他必须要迈一下 对 迫使他必须要这里打 那么我尝 头就走到了前面 这是一个相当于非常紧凑的一招 再往前尝 嗯 他现在这点没走 他先刺了一个 看看你的应对 黑西白棋必须要冲 然后沾 这里交换完 他再长这个 这个是中央的一个 大家看这个形式的校长要点 如果这个点被白棋走到 那黑棋中央可以说是很薄了 而黑棋一长 可以说黑棋中央已经变得很厚了 白棋呢他想要 靠这个啊 白棋的意图呢 是想要通过在这地方纠缠 比如说你搬这种 我纠缠一会儿 我可以先手起到 把这个子联络的作用呢 我就可以来杀你了 这是白棋的意图 所以黑棋在这不能动墙 这个地方 就属于是他墙由他墙啊 给他 都是他的 你找这个我就得活 自己先做活 当然白棋这的收获呢 也不小 把这个地方给他割下来了 很大 黑棋接下来这个手段是一个连环组合拳 靠一下啊 起到一个先手 把你组肚的这么一个作用 当然现在这个地方呢 白棋联络上并不担忧 因为你如果冲这个 我可以贴这个啊 暂时这个地方的联络是 没问题的 你不太可能会去冲断我 冲断我叫送我回家 白棋不怕 当然你如果现在比如说走这种棋 那我可以暂时脱先了 这个子我不一定非要要 不是特别的大 那黑棋如果最有效的应该是靠 但现在不行 是吧 这靠断断不进来 这一打这地方吃死了 插手棋 所以这方白棋展石呢 是连着的 黑棋啊 从这个地方来动手 这是非常高级的一种战术 凶东击西 你如果敢在这一带 我们看白棋如果敢在这一带用墙 黑棋这地方走着走着子力变多 那我对你吃一块棋就要施加很大的压力了 所以白棋实战也不敢啊 稳妥的 忍耐 好走成这样黑棋先手了 从上面一拆 他的目的呢已经达到了 白棋这个之前顶了一下 黑棋依然走的很紧凑 我们这种棋可能第一感想到的无非就是这两招 他实战的是他在跳这个地方 走的非常的紧 你走这个我就挡下来 效率最大限度的把这个脚变成石控 脚地走的很大 所以当黑棋这样子在给白棋压力的时候 其实白棋也会无形之中受到这种压力啊 这个棋也是下法可能就会有所改变 我们看现在白棋脚尖这个 白棋下法也很 这个棋下的也很聪明 先把自己走后啊 我这块棋不是有点问题吗 我先走后 看看你 你这个好像还没有完全安定 中央到底谁厚谁薄也不一定 但是下一首棋呢 可以说 马斯特给我们展示了一个超级 嗯这个形容可能大家看了就会觉得 超级不能理解 但是你仔细的去品一品这个回味一下的时候 就觉得 真的是非常让人拍手称赞的一招 走哪了呢 加死这个字 可能大家会觉得太惊讶了 这个时候怎么会去加死这个字呢 这个字的目 价值 不需要吧 他难道会逃出吗 其实黑棋这是一招积攒自己力量的一招棋 这招就下的非常的好 我们看为什么啊 目的 为什么 接下来白棋呢 就出手了 白棋出手在哪呢 这一招点啊 可以说是下的非常的凶 要在这个地方给黑棋 他就是最大限度的把你的根据地都躲掉了 你已经局部活不了了 白棋现在就是要开始 不能说威胁你了 就是要杀你了 这已经开始杀棋了 杀棋 炸炸一看啊 觉得这棋好像没什么希望了 黑的这还怎么活呀 这个局部活不了没有多少棋 这边白棋空间很大 你这个子孤立无缘 就一个子而已嘛 好像不好办 黑棋接下来的下法下的 确实也是给人一种很神奇的感觉啊 一下把这个地方定型 就好像豁然开朗了 这个黑方 黑棋把这个棋冲出来 呃 这个时候我们突然发现白棋这局部 其实已经活不了了 就是他已经联络不上了 你怎么联呢 这个地方你走 我就断一下决限 冲过来就联络不上了 这个地方居然白棋 已经没有回家的路了 所以白棋只好走这个 去想办法就地求活 黑棋一走 白棋真的是 我觉得有点像 不可思议一样的感觉 突然这块棋就出现了死活的问题 这个是在他点这招之前 完全没有想象到的 只好这样非常委屈的在这活 当然现在这个棋 黑棋已经下的就非常的简单了 走完了之后 白棋走这个 白棋在这拼命的白眼 为什么 因为他活不了 他连不上 连不上 就意味着你只能去拼命的白眼 像这期如果黑棋之前把这个冲着 白棋都活不了 但是他现在呢 由于你没冲 他可以走这个 如果破眼 他挤这个是先手 这有一只眼 所以他挤这个先手之后 搬一下一贴 可以做活 那你这块棋是活了 但是你不是在吃我这块吗 所以 黑棋转眼呢 又杀到了这边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脚部的特殊性 其实 黑棋这个脚的 气也是非常的长的 白棋你收起 你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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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得再补一招才能够入进去 要不然这还有个跑 所以这黑棋之前走的没手棋 其实都是有用的 嗯 都是提前已经谋划好了的 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个地方 收气的手筋啊 他这时候一挤 也是一个收气的好棋 这白棋这个气 嗯 应该说 已经被收的就没有多少气了 为了联络 只能 被这个一尝 就没什么气 那么黑棋回过头来一贴 一尝 一跳 这白棋呢 就被黑棋彻底的给封住了 封到了里面 看成这样呢 白棋就头子任父了啊 其实这个棋很多 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困惑 说 这下完了吗 这是什么变化呀 这里 其实可以给大家说 摆一下啊 这地方一粘呢 局部 白棋是快一气杀黑的 局部 黑棋就死了 而且可能也没有什么顽强的手段 但是 黑棋得到的是所有的先手 就黑棋可以把这外围包的很厚 然后轮到黑棋下 黑棋其实 只要对这块棋啊 进行这个 威胁 都不需要把你吃掉 只要是威胁 这个棋黑棋的实控 居然就已经领先于白棋了 虽然我死了 但是我形势依然我赢了 这个就是 呃 我不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 不可思议的地方 但是真的是这样子 就是 你是把我吃掉 你的心愿达成了 你的目的达成了 可是你的效率并不是很高 你吃的效率不高 我把外围都 牢牢的守住了 然后我一点 你这块棋 总归要付出代价的 就不好硬的这块 那你这块棋 就算你能够单关逃回 实地上黑棋也已经 获得胜利了 就又赢了 把这死了都没关系 所以白棋看到这儿 可能也是 心灰意冷啊 最后这个结果也 就这样子 因为好像没有什么抵抗了 所以也面对这个 马斯特这么强大的 这个人工智能 白棋也就放弃抵抗了 就认输了 这盘棋 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 这首棋 这首棋 好在哪里 其实是需要一个 慢慢去品味的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讲 马斯特棋很像李昌浩 李昌浩很多时候 给人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缓的 很慢好像 但实际上它这个慢啊 和一般意义上的慢 完全不一样 它是非常漂亮下的 大家可以值得好好的去回味一下 那么这盘棋就给您交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再见 请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订阅微信频道 为您带来的 人机对异 Master 对局竞节 我是王祥云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一盘 可以说重量级的对局 啊 这个是Master 对阵我们的 聂位平大师聂老师 而且聂老师呢 是真名上阵 就是没有启用网名啊 是真名直接来对阵这个Master 而且呢 最特别的一点是 所有的棋手呢 在跟Master的对异当中啊 都是采取的20秒 或者是30秒快棋的形式 呃 聂老师呢 虽然说也是快棋 但是呢 是特异啊 因为聂老师的年纪 这个年龄 稍稍长 放在这个地方 他毕竟快棋会有一些吃力 所以呢 是调成了一分钟一手棋 就是60秒一步棋 这个在所有的这个60局当中呢 是用时最长的 当然在快棋里面 这个也显得微不足道了 但是还是足以看出来 对于聂老师的这个要求呢 阿尔法狗团队还是非常贴心的啊 给予这个时间上 他就说快棋 但是呢 稍微稍微的60秒多一些时间思考 嗯 看这个棋啊 这个聂老师呢 是白棋 可以说很久都没有看过聂老师下棋了 看看这盘棋的布局啊 所以他就下的很 很特别 这个棋 走完了之后 分头在这里 嗯 很有趣的一个去向 马斯特继续挂脚 把棋扎它 嗯 这个地方 这样 挂了一下之后 白棋没有 黑棋没有继续下了 黑棋又回到这边 嗯 这个棋的出现频率也是挺高的 接下来啊 白棋飞这个 这个棋的马斯特给我们又上了一课 可以说很多年都没有人这样下 因为大家一直有一个理论基础 就是这棋要么 就一招跳出来 你飞的时候我就一手跳出头 你如果冲断我 就是冲断哪边 我吃哪边 要么就是你爬掉一下之后啊 这棋要接着继续跟着爬 这是一个可以说是我们都 习以为常的一个定势 就是要爬三下 然后再跳出来 呃 就是你如果爬了 你就要爬三个 然后再跳 如果不爬呢 你就第一下就跳出去 这样呢是我们 一直以来啊 认为的一个定势 结果马斯特这个时候啊 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爬弯再跳 这个其实 其实也是 它下出来了 大家一看呢 觉得哎 其实也挺好的 可是为什么我们的思路就是被 禁锢在那个地方了 就是很久都没有人去突破它了 到看到这手棋的时候 恍然大悟 哦 还可以这样 然后现在大家也都比较认可这手棋了 觉得爬了跳 其实是这个局部最好的应对 白棋依然是小尖 那么黑棋贴起来 效率这个应该说速度还是很快的 白棋还得补一个啊 以防黑棋这个冲了有断 黑棋呢就可以得到一个回拆了 嗯 实战它冲一下 回拆 回拆 将来你这个地方如果要冲断它 它就不要了 这三字 冲一下呢也已经便宜到了 上面呢 其实多了一个借用 把些逼住 开始跳 这个时候跳起来感觉到特别特别的大 其实这手棋我觉得可以考虑 比如说走的严厉一点呢 就夹击啊 如果说温和一点 可能可以考虑采取煎冲的下法 感觉上从心情上 这招棋虽然说也是很大的一手 但是好像不着急 但这个被一跳起来呢 觉得好像黑棋这一代白棋 再想进去啊 就比较困难了 所以似乎这个棋 可以考虑更加积极的下法啊 打入进去跟它作战 嗯 这盘棋呢是 聂尔士选择的拆啊 当然聂尔士的大局观也是 相当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所以都说这个Master的大局观好 我们来看看 它的大局观怎么样 嗯 两个人在这个地方呢 跳了一个之后 白棋呢也一跳 黑棋接下来 没有在这个地方继续来行齐了 靠 点了一个 点一个目的就是要挡住之后 靠过来 白棋针锋相对 拖一下 再度过 嗯 形成这样子 应该说这个布局可能 大致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兰了 基本上就会形成一盘 呃 比较中规中矩的这么一个格局 黑棋盐顶完了之后 一加 全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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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冲完 嗯 这是 假如说这是一个立二的定型的话 这拆的也太宽了 这个局部的效率还是非常高的 所以这个时候白棋依然就是搬这个 显得 嗯 嗯 时髦一点说就是略微有点太淡定了 这个棋 就一贴的时候就再一场 这感觉上 白棋很厚 非常的厚 但是速度上呢 应该说黑棋占了上 上风了 因为黑棋把这个地方给守住了 这个地方守住意味着效率 非常高的成功 嗯 白棋把这些做完了之后 黑棋回到上面 这里还没有胶带呢 靠 一方面呢 加强自身 一方面啊 又把这个木树给它牢牢的守住 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手段 那当然白棋也不会坐游 任由你这地方啊 就是失控了 点进去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手棋 可以说这个地方啊 下的很精彩 你已经靠了 加强了 但是我依然把你这地方的空要给它破掉 拿一刀 打吃 就粘上 啊 这个也是一个 可以理解这棋 这下一手就要另 要把这个地方联络 所以黑棋必须得挡 白棋现在做活 实战呢 白棋就选择了这个粘 这个粘呢 可以说是这盘棋最大的一个问题手 在这个对局之后啊 这个念老师自己也是反省 你看说这个地方打了一勺 这是一个勺子 嗯 这当然这也看得出来这个 马斯塔在这个地方很犀利 你一走错 它马上呢就抓住了 就像局部被一拖 非常的漂亮 这手棋 局部白棋已经活不了了 成为了一个近死 白棋应该走哪呢 这个笛之要点 即我之要点 白棋其实应该啊 走在这个虎的位置 这个局部就活了 那白棋如果活了 意味着黑棋就得自己去想办法求活 这一来一去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实战这一粘被这一靠 确实这个白棋有点无奈了 这怎么办啊 你如果走这个被大飞 死了 你如果肩在这 那它首先可以挤完了爬 就它就是挤完了 然后一爬 局部也是死棋 就活不了了这棋 所以没办法实在脱先了 但是这个地方啊 黑棋回补之后 这个的损失 可以说是很难用 就是你后面即使说下的再强 但是Marter它只要不要下的太坏 不要走的太糟糕 这个前期的这个投入的损失还是太大了 所以这个后来尼尔也是自嘲 这个早早的就下了一个昏招 Marter走得很坚实啊 把这个地方牢牢的守住 即使你可以封住我 它就可以做活 那么黑棋的这一座活呀 其实白棋已经 就是白棋 黑棋即使是这样活 这白棋其实已经比较失败了 在这走 虽然说把黑棋封住 但是黑棋活得很坚实 对方只要活坚实了 我们看白棋的收获呢 至少目前为止还是比较 看不到的比较尴尬的状态 这边死了 这边人家也成了时空 这个你是永远破不掉了 现在 而上面它也活得非常的铁 但是Marter在这个地方 它依然给我们展示了一个 非常不错的这么一招棋 靠完了之后断 可以说是它这个犀利的 犀利的这个棋型的敏锐程度 靠完一段 你好像确实没什么好奇可以走 然后如果走这个吃掉它 它从这边一打出来了 如果你在这边打一下 也没什么用 你如果吃它依然这样一吃 还是很严厉 所以面对这个棋 白棋只好单退 那么黑棋一退 其实在这呢 就留下了一个伏冰这个子 相当于给你留了一个断点 然后现在呢 我又可以特别舒服的在这一贴 你如果顶住我 那我这个顶是先手 这地方的死活有差别了 白棋有点难受 所以它又不能硬了 局部呢就拖鲜了 拖鲜白棋呢是把这个吃下 当然这个吃下非常的大 这个棋 非常非常的大 把这个地方吃掉 但是如果我们从效率上来分析的话 黑棋的局部效率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现在黑棋 这样 轮到黑棋现在来定型呢 其实黑棋的这个局面 还是非常不错的 把这个棋靠过来 白棋呢在这地方欺负黑棋 掉 但黑棋啊就是特别好脾气 你走什么我都无条件的给你啊 因为他就觉得这个效率他已经 OK了 他已经这个棋的使命 就是进入到一种铺地板的节奏 他只要不出什么大问题 这些他就不太可能会出出去 呃原因啊 去追齐原因就是这一代白棋的损失实在是太惨重了 太过于惨重 怎么这样白棋现在活这个角 这个对于马斯特来说 他在世界里头没有什么情绪的东西可以左右他 所以当他一旦出现他看到最最简明的变化的时候 那你基本上这个人类是没有任何机会了 现在走成这样 对 打结 这白棋呢寄希望于说看看他打结会不会有什么失误 但是也很遗憾 这个马斯特我就刚刚就说脾气太好了 他都不会有这种想要说我再进一步的想法 这个是有破绽的嘛 明显有可能有对方打结 都粘住啊 走得非常的透实 不给你任何借用 这个时候黑棋依然也是走得特别的坚实 就粘上也不去打 就保留了 不走了 嗯 再把这个地方定性完 其实我们看看现在这个局面已经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地方了 嗯 这个是白棋的权利 这个是白棋的权利 点了一下 好 把自己呢走回来 黑棋呢走的也很非常的简明 就中央他就 呃 不去想说你中央有可能啊 有什么样的问题 他已经不追究你了 简单收收关子 现在哪里大呢 搬这个 他把这个地方定型完了 然后回到上面一吃 其实这个肯定是厚手了 没有这个大 但是他就是 选择自己看得清的 变化少的局面 加速让他缩小的 然后啊 这个地方呢就定型告一段落了 白棋把这补了一个 很大 当然黑棋翻沾这个价值也巨大 白棋呢看起来收关也获得了不少的利益啊 中央呈了不少的空 但是黑棋也是兢兢业业的在这地方 一步一步的脚踏实地的收到一些关子 自己 跳一 黑棋说这个斑毡很大 但是看这个跳其实没有必要 但是呢他觉得安全 就什么是最重要的 安全是最重要的 把这个走完之后 黑棋现在走这个 这是可以说是给白棋的最后一击 但白棋确实也没办法 这地方白棋想要把自己的木啊 撑到最满 效率最高 但是这个打结呢对白棋来说呢 确实 他没有什么结材 白棋的结材很少 除了找这个脚上的结 就没什么结了 而黑棋的结材其实特别的多 因为黑棋 它其实本身也是一个无忧结 而且它中央就是随便冲 冲完了 那你都必须得硬 而且他冲完 还有更残酷的是 如果他再把这冲掉之后 这个提都是先手 这个结呢对白棋来说是很重的 而黑棋反而是没什么负担的 他就继续这样找结 这个结黑棋 基本上像无忧结一样 白棋是肯定打不赢了 这个棋 铺一下 最后呢当黑棋提的时候 白棋没有办法 白棋只好粘住了 等于是承认了这个地方 你打不过对方 被他贴了 当一个棋柱 其实说成这样子 应该说这个棋已经没有什么 太多的变数了 这个棋已经非常非常的清楚了 黑棋的盛势可以说是不可动摇 最终呢黑棋也是以比较大的这个优势 黑棋是赢了七木半 在贴六木半的情况下赢了七木半 这个可以说非常的稳 就是把这个胜利啊 就一开始这个获利了 这个尼尔是看错了之后 一直稳稳的把这个棋走到了最后 嗯 那么这盘棋呢就给您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